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个女儿 现在正在读高中 由于孩子长期住校 家里冷冷清清 每次下班回来都是一个人居多 再加上单位里很多同事想生了二胎 长期受到这些人的影响 王燕开始有了生二胎的想法 于是就回去和老公一起商量 但老公就是不同意 理由就是他们两个年纪都那么大了 再生的话就会有危险 再加上女儿已经读高中 也不想给女儿增加什么负担 所以一万个不同意 但是王燕撇了心要生这个二胎 所以悄悄地被起孕 两个月后他竟然怀了 他高兴极了 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老公 老公听完并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 而且劝说王燕把孩子拿掉 这样子折腾 对身体是非常不好的 其实老公是担心他的身体 但是王燕就是不听 老公说多了 他干脆不听了 直接搬到朋友家住去了 到了三个月 他到医院做检查 医生告诉他怀了三胞胎 听到这个消息 他惊呆了 本来只想要一个 现在一下子来了三个 他不知道如何是好 于是他就想到老公 赶紧告诉老公 老公听完也愣住了 怀伤三胞胎是多么小的概率啊 怎么就被他们撞上了呢 老公思前想后 又开始劝说王燕打掉 突然间来了三个娃 压力多大啊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王燕刚开始也想不要了 但想来想去 孩子来了就是人份 既然缘分让他当这三个娃的妈 他怎么能拒绝呢 况且他不忍心就这样放弃他们啊 于是 他就决定把孩子生下来 每次产检他都按时去 由于年纪比较大 医生建议他做个糖室检查 也就是检查孩子是否有畸形的存在 听到孩子畸形 王燕有点发怒了 觉得医生说得太过分 自己的孩子不可能出现畸形的 由于生气了就没有做糖室检查了 医生也感到无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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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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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